指揮中心沒有要把確診數壓低 指揮中心原來希望趕快上升 所以蘇貞昌才宣布 從三加四改成凌家氣 只是說你越放鬆 老北心越怕 當你凌家氣的時候 他會說那個旁邊的人 搞不好都可能是本來要隔離 不隔離 所以我不出去 我不出去 就是我們的民眾 自己不出門 都減少活動 所以讓他數目升不高 指揮中心不想那麼低的 來 歐醫師 兒童怎麼辦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兒童有疫苗 我們現在講的是五歲以下的兒童 BNT有做是三mine ground的一個疫苗 莫德納也有做 事實上莫德納在青少年 或者在那個學童疫苗 是落後於BNT 所以他們很希望能夠在五歲以下的 疫苗是做超車 所以他們是打四分之一支的莫德納 在應該是六個月到五歲的小朋友 那所以其實我們臺灣 如果現在有這個急需求 我們是不是不用每次都fade 我們有我們的專家 不用每次都要等美國過的 我們再來想要不要過 如果人家數據是OK的 安全性是OK的 你是不是能夠超前部署 因為目前就看來兒童的重症 在我們華人似乎特別嚴重 從香港的例子也看到 他的死亡率是偏高的 然後治療的部分 其實在嬰兒二十八天 跟三公斤以上 我們是可以用瑞德西韋 事實上我想講一個概念 就是說所有的病毒感染 你最後的致死率或者是傷患率 千萬不要怪醫療端 因為病毒的感染 如果你在公衛面沒有先控制 如果你在偵測在篩檢面 沒有先提早 及早去把它找出來的話 當你已經住到醫院裡面 所有醫院在病毒的治療 能做的事情只有支持性治療 因為你要給抗病毒藥都來不及了 因為他病毒已經複製到全身都是 腦部都剩 你要醫師能怎麼辦呢 你政府太晚把病人送到我手中了 所以這絕對不是醫師的問題 因為我很擔心後續接下來 因為我以前在兒科病房 我知道重病的小朋友 對父母而言是多難過的一個事情 那個是真的是哭天搶地 為什麼小孩救不回來 所以所以我覺得我們第一個事情 是我們不能放推 第二個事情是我們沒有繼續 在針對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 好好的匡列 好好的給他們 因為我在一個月前說一個月前說過 PCR要留給高度懷疑 但是快篩陰性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還在用一個 清零的思維在管控整個社會 我意思是說嘴巴說是共存 但是實際動作是清零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還在關人 不關病毒 所以我要講的是 你所有的診所必須要下來 我們當初腸病毒流行期 所有的診所都可以看腸病毒的小孩 所有的小朋友 所有的老人有症狀立刻到診所 診所醫師幫你判斷 趕快送 趕快治療 因為我們進到重症 常秘乳重症進到這些腦炎 或者是JAK 或者是甚至腳弓反腸 這些死亡率大概可以高到三十三趴 所以進到病毒性腦炎 是讓醫師只剩IVG 這些東西能用 但是不見得救的話 我很拜託觀眾朋友 不要怪這些醫師 這些醫師真的是盡力的 謝謝 還有一點 談到這個我不解 就是說我今天一直去找說 我家附近有哪些藥診所 能夠開那個 比如輝瑞這些藥 好像也不行 他只能給你確診以後 你還是要到什麼藥房 什麼核心藥局 搞得很複雜 然後我也去上藥師公會的網站 去看能不能找到那個地圖 他不是說有地圖 我搞了半天也找不出來 也許我電腦這個程度太差 但是我想比我差得很多 那我都找不到別人怎麼找 我怎麼知道我家附近 哪些藥局可以給我 這個輝瑞的這個 他叫什麼Paxlovid 給這個藥 美國是你只要到藥局去 他如果你確診以後 他跟你確診以後 藥局不要醫生 立刻就五天的藥給你了 輝瑞藥就給你了 那他現在抓得很嚴 他怕什麼 怕人家去盜賣嗎 誰要去盜賣那個藥 不是 他主要不夠 不是 你普拿藤還說 搞不好可以盜賣 你那個Paxlovid 那你拿那個藥 那個藥當然貴 一個療程兩萬塊 但拿了我幹嘛 我沒有病我吃那個幹嘛 所以現在我們平常 他可能怕不夠 那不夠他又說他夠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不發下去 你那麼慢 等到吃到這個藥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